寻求连任的市长林又昌今天成立第一个竞选后援会,由打伙弟兄抢投降。 记者吴舒军摄影 分享 民进党基隆市长参选人林又昌今天成立以销后援会,主打三年来各项政绩。 国民党基隆市长参选人谢力功则参加竞滩活动,呼吁民众到海滩游气时,留下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林又昌至此表示,选举剩下两个多月,这是他竞选连任第一个成立的后援会,记得第一次参选市长时,没人要理他也没人认识他,但一销们一直鼓励他,上任三年多来他也没辜负一销的支持,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林又昌说,基隆市过去各项评比都掉车位,现在已进步到前十名甚至前三名。 刚上任时基隆市负债高达新台币124亿,现在降到95亿。 他更向中央争取111亿公共建设经费。 这些不包括基隆轻轨接运、军港迁移、会展旅运智慧大楼等建设。 基隆市的蛻变相信市民看得到。 他说,国光客运旧站拆除后,预计10月上旬中一路会打通串接中山一二路。 未来国道客运、商道客运、火车和轻轨站会整合在一起。 年底这场选举意义是投给基隆、投给基隆市,也是投给自己一张赞成票。 谢立功今天则与妻子董显会出席由基隆山国际青年商会主办的八豆子望海向淨摊活动。 两人冒住强风大鱼与竞选团队一同弯腰剑石垃圾。 谢立功说,他发现散布在海滩的垃圾以塑胶内居多,尤其有许多宝特瓶,有些是海漂垃圾,也有些是民众随意丢弃,呼吁民众到海滩游气时,留下脚印不要留下垃圾,环境保护要靠大家一起维护。